天行九哥动漫中 无双是一个非常强悍的角色 在行时动漫中可能只有大铁锤的体型能够与之相比 并且无双和邵思命一样 从来不说话 有人猜测他是天生不会说话 也有人猜测他是被天泽利用自己的手段 把无双弄压了 更有人猜测无双是燕灵机从小失散的弟弟 不管无双是不是燕灵机从小失散的弟弟 但无双和燕灵机的感情是非常好的 这一点可以从无双在水晶牢当中 就出燕灵机那一幕就能够看出来 莫果在燕灵机快要遭到贵族老头的施暴时 无双及时打开了地牢的大门 并且用单手撑起了大门 另一只手对付那些想要攻击他的赤兵 无双的力量非常之大 一个横扫就把那些攻击他的士兵打倒在的了 在打倒那些士兵之后 无双就朝燕灵机走过来 并且把那个贵族老头的头颅砸向了水晶 在水晶被破坏之后 燕灵机从里面出来了 燕灵机想要那位贵族老头感受一下 什么叫热情似火 手指尖冒出了火苗 把那位贵族老头给灭掉了 随后燕灵机坐在无双的肩膀上走出了地牢 无双害怕燕灵机坐不稳 所以用手托住燕灵机的左腿 在托住的同时 两个人产生了亲密的接触 无双摸过国曼女神燕灵机 这也算是一件大事了 打伤无双做过的第二件大事 是他在主人天泽的命令之下 守住太子府的一个门 因为太子已经被天泽抓走了 无双的任务就是守住这座门 不让任何人过去 但是卫庄作为流沙的绝对武力 韩非是大司徒 卫庄有义务攻破无双的防御进入道理面 刚开始卫庄和无双打的时候 无双的防御力非常强大 这是卫庄第一次遇到这种情况 卫庄使用沙尺取消无双 却根本打不动无双的防御 连皮都破不开 无双还使用身体震伤了卫庄 这是无双做过的第二件大事 修主无双做过的第三件大事 当时卫庄已经救走了红莲 无双自然敢去支援主人天泽 因为天泽现在的状态并不好 被血依侯的冰雪领域关押在里面 冰雪领域的冰非常厚 连燕灵机的火焰都化不开 更不用说驱尸魔和百毒王的招式了 关键时刻 还是无双使用自己的拳头 去破开了冰雪领域 并且无双的拳头流出了鲜血 这说明这个冰雪领域非常强硬 导致无双的铁拳都受伤了 但只要能够救出主人天泽 这点代价还是可以的 小伙伴们 在百月天团当中 你最喜欢谁 你认为燕灵机和无双是姐弟吗 小编每天都会写一些动漫文章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